大家好,我是劳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2年1月31号 下午的3点30分 那么今天正好是国内的大年初一 所以劳博士给大家先拜个年 希望大家在虎年吉祥如意发大财 好,今天劳博士给大家分享的 是这个元宇宙MVP的合约指押挖矿 还能玩多久,希望大家喜欢 首先还是敏则声明 本能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 所有的资料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够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路市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数字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那么最近有网友问 为什么这个元宇宙MVP 这个指押挖矿 这个到底还能玩多久 那么今天我想大家可以通过 用查币的方式来探讨一下 具体玩多久谁也说不上 但大家可以做一个预测 首先打开你的MVP钱包 然后你点进去 点这个MVP就出现了这个界面 那么你可以尝试做一点提币动作 如果你还没有提过币的话 你点转出 点转出就要输入一个你的交易所的地址 那我们这里选择币银交易所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像CoinStore还有巨币 但是我认为币银是这里面最方便的最好的 那么你转出之后 把币就是转到币银交易所 然后你就可以看你这里有个提币成功 然后你点进去看 这里有个订单详情 那么这里会显示转出 然后有个转出地址 那么就是你自己的交易所的钱包地址 还有个交易的哈希值 这个就是上链了 所以有个交易手续费 大概是五个MVP 好 然后你有了这个交易哈希值 或者这个转出地址 你就可以到这个币安智能链 BSC的区块链浏览区 你们去查看 这样你就可以找到MVP项目方的 一个矿池的发币地址 好 这张图就是劳博士的 在币银交易所的MVP的收币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最近就是 我提了一些币出来 那么这里就可以看见 那么币你提出来以后呢 去卖掉的话 在交易所卖掉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币子呢 是这个从这个一个地址 就是这个LinuxFC87DB 这个地址过来的 那就说明这个是MVP项目方的 一个矿池的出币地址 对吧 因为我们是从矿池里面往外挖矿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址上 收到了我们的MVP币 那么我们只要查一下这个地址上 还有多少币 然后就顺团摸瓜 就可以找到咱们这个MVP项目方的矿池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地址 LinuxFC87DB 那么它呢 你如果点它的BEP20的代币的转账记录 可以看到它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往外转币 有的时候转一千多个 有的时候转三千多个 甚至更多 每一笔记录都在里头 说明它在不断的往外 在往外转币 那么你看它的交易记录呢 它总共这个地址上有25101次的交易记录 那就说明从项目方到 从开始到现在 总共是MVP的全球用户呢 总共从这个前八往外提币 就是25101次 因为很多人每天的收一到账 它就放在那里存起来 它并没有往外提 没有做副头的动作 所以它是没有记录的 只有真正的把币提到链上 提到交易所才会有一笔记录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MVP的合约地址 它总共发行呢 是10亿枚 现在只有9亿9千100万 也就是说 它少了856万个MVP币 那么这些币呢 就是因为大家购买了土地 所以去销毁了 那么现在这个MVP的全球用户数呢 就是说它的磁币地址呢 是99,432个 我想再过一两天 应该就会突破10万个 所以应该说 这个项目呢 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将来把它变成100万个 全球百万用户 那它的价值呢 又不一样了 目前呢 是10万个用户 那么这个提币地址 现在上面有币呢 是33712651个 好我们看看它的磁币排行榜 刚刚说了排名第一的是 它的矿磁总量 上面有 三亿六千六百多万个币值 它这个币值呢 它的数量的百分比呢 降到了36.97 前两天还是38 39 40 现在已经今天是36.97了 就降到37了 那么最初呢 我们记得是51% 所以它的币值下量的数量非常之快 然后呢 这个往外提币的币值是这个 它是数量呢 是3% 3%左右 3.4% 所以呢 大家要千万要注意哈 这个矿磁的币的数量呢 下降是非常的惊人的啊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挖矿 挖晚了可能就没有币值了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总的矿 总的这个量哈 刚刚说了是36600多万哈 那么你看它 一直往外在打币啊 这个矿磁一直在往外出币啊 那么我们看最近的三四笔记录哈 在50天以前呢 它啊 这个矿磁呢 往提币地址打了啊 2000万个币啊 那么这2000万个币坚持了多久呢 坚持到了6天以前 换句话说 这两次交易呢 隔了54天啊 换句话说 就是54天呢 就消耗了2000万个币啊 所以它在6天以前又打了一次币啊 那么6天以前打的这次币坚持了多久呢 这2000万个币哈 坚持到了今天啊 三小时五四分以前又打了3000万个币出来哈 换句话说 这2000万个币没有顶多久 才顶了6天就没了哈 所以大家要注意哈 反正这个币的是一直在往 这个数量是一直在下降的哈 从51%也就是5亿1000万个 已经降到了3亿6000万个哈 那么这个呃 提币地址的币呢 一直是往外转出来给我们的用户了哈 刚刚已经给大家证明了哈 这个地址 fc87db哈 我们看看它的白皮书哈 它从开始的时候呢 是占比是51% 那么MVP呢 是10亿个 那么它51%的10亿个就是 5亿1000万哈 那么到今天呢 只剩3亿6000万了哈 所以下降速度是非常的惊人 那么我个人估计呢 还有两三个月哈 最多不超过四个月 这里面的币值呢 可能就要归零了哈 所以大家呢 要抓紧时间 只要挖矿哈 争取在未来的三个月之内 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哈 在这个项目里哈 那么这个币值一旦没有以后呢 它有可能会继续从别的地方 把币值调过来 也有可能呢 就让大家去玩别的啊 这个板块 比如说游戏什么的哈 但那个要赚钱呢 就比较难了哈 就就远远不如 咱们早期用户的挖矿 的收益高哈 所以大家呢 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哈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哈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